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丰富多彩的信息社会里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用文字 声音 图像等多种媒体表述的信息 为了更好地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们常常需要借助计算机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了解要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 首先要把带处理的信息用二进制数来表示 那文字 声音 图像究竟是如何转换成二进制数形式 进而可以方便地在计算机中存储 处理和传输的呢 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进入第二单元的学习 第二单元 信息编码实例由四个课时组成 在这四个课时中 我们会学习字符编码 图像编码 声音编码 以及信息压缩等内容 这节课就让我们先来了解英文字符 汉字是怎样编码的 老师听说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中 我们班的小达同学和小雅同学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们就请小达同学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西游记 三国演绎 水浒传 红楼梦是我国的古典四大名著 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 这个暑假 我和小雅就一起完成了一本 三国演绎的双语版电子书 可是老师 在学习了第一单元的信息编码之后 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 就是电子书页面上呈现的这些英文 汉字 图片 声音 在计算机里到底是怎样存储与加工的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了解到计算机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工具 无论处理的是什么形式的数据 都需要转换成二进制数形式 才能够存储和加工 但是 同样都是存储在计算机中的二进制数 英文 汉字 图像 以及声音 它们又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编码的呢 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疑惑 开始本单元的学习 一同探索这些信息编码的奥秘 小雅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怎么了 我们之前不是学过数字转换的方法吗 十进制数三转换成二进制数是一一 那是不是三在计算机中存放时就是用二进制数一一呢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还是去问下老师吧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阿拉伯数字三作为数值转成二进制数是一一 但当它代表一个字符转成二进制数形式时 就不是采用禁制转换的规则了 你们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了字符编码的规则 下面就跟随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计算机中的字符编码吧 字符是人与计算机交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它是多种文字和符号的总称 我们经常使用的数字 英文和汉字 它们的二进制编码就称为字符编码 并且都有相应的国际或者国家标准 目前计算机中普遍采用的英文字符编码就是ASK码 也就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请注意观察右边的ASK码表 每个ASK码由高三位和低四位共同组成 一共用七位二进制数表示 所以你们刚才问的阿拉伯数字3 作为字符 它对应的ASK码的高三位是011 低四位是0011 因此3的ASK码就是011 0011 而不是11 小达 你能来尝试在ASK码表中找一下大写字母T的ASK码吗? 好的 老师 T对应的高三位是101 低四位是0100 因此T的ASK码就是1010100 很好 查ASK码表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小雅 在这张ASK码表中 你看到哪些你熟悉的字符呢? 老师 我看到了十个数字 26个大写英文字母 26个小写英文字母 还有一些标点符号和运算符 哦 我还看到了空格和delete 没错 除了你提到的这些 ASK码表最左侧还有两列字符 它们属于控制符 小雅 你知道ASK码表里一共有多少个字符吗? 这个我可以推算出来 因为ASK码由七位二进制数表示 根据我们前几节课学过的内容 七位二进制数一共可以表示2的七次方 等于128种字符 你能够结合之前的学习内容回答问题 非常好 老师 我还有个问题 平时学习生活中 数字是有大小顺序的 那英文字母 标点符号 它们有没有顺序呢? 是这样的 因为ASK码表里的每个字符都有对应的二进制编码 所以它们当然也是可以比较大小的 比如 按这样的方法 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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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写字母的ASK码就交给你来说明了 好的 老师 小写字母A的ASK码是110 0001 小写字母B的ASK码是110 0010 小写字母Z的ASK码是111 1010应该比小写字母A要大25 很好 如果将它们对应的二进制数转成十进制数 会更加方便比较和计算的 所以在这三类字符之间 数字字符小于大写字符 小于小写字符 而标点符号只要知道它们对应的ASK码 当然也是可以比较大小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练一练 如果用ASK码来表示字符3 大写T 小写H 小写R 以及小写E 那它们的ASK码值的大小关系 又是怎样的呢 小雅 你来试试吧 老师 ASK码编码时 数字字符 大写字符 小写字符 这三类字符 是依次顺序排列的 根据它们对应的ASK码值进行排序 应该是3小于大写 T小于小写E 小于小写H 小于小写R 回答正确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以知大写字母G的ASK码为100 0111 则大写字母H的ASK码是多少呢 小达 请你来回答 好的 大写字母是按顺序排列的 字符H 在字符G 后一位 所以它的ASK码只要在字符G 的基础上加1 因此100 01111加1 按照二进制缝二进一的规则 可以得到结果100 1000 你解释得很清楚 现在 老师在文档里输入大写字母H 然后保存在计算机中 我们再用软件查看一下字符H 在计算机中存储的编码 老师 我记得ASK码是由七位二进制处表示的 可是为什么这里显示的编码有八位呢 小达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 之所以这里显示八位二进制处编码 是因为计算机是以字阶Byte为基本单位进行存储的 八个二进制位组成一个字阶 因此 表示ASK码的七位二进制处会存放在字阶的低七位 最高位补零后 就正好组成了一个字阶 你看 文档属性也清晰地显示H存储在计算机中是占用了一个字阶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文件中输入一段文字并保存 这些字幅在计算机中存储时一共会占用多少字节呢 老师我来回答 Free有五个英文字幅组成 一个英文字幅在计算机中存储占用一个字节 所以Free占用五个字节 同样的道理 Tindons占用八个字节 所以一共是十三个字节 只是这样吗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哦 我知道了 两个单词之间还有个空格 所以应该是十三加一 一共占用十四个字节 这样就正确了 除了数字 大小写英文字母 每个ASK码表中的标点符号 运算符在存储时也都要占用一个字节的 老师 英文字符的编码规则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汉字又是怎样进行编码的呢 这就要涉及到一块新的内容 汉字编码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查看一下汉字三国演义在计算机中存储的编码 小雅 你能先计算一下 每个汉字在计算机中存储 需要占用多少字节吗 没问题 老师 这里一共有四个汉字 64位二进质数 64除以4等于16 所以每个汉字占用16位 也就是两个字节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就是汉字的内码 内码是在计算机内部用来进行汉字存储 处理的二进质编码 也可以称为基内码 一般情况下 存储一个汉字要占两个字节 也就是16位二进质数 例如汉字国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内码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内码就是1011 1001 1111 1011 另外在最新的汉字编码国家标准中 有些汉字存储会占用更多的字节 这里不做展开 一个汉字对应的内码是唯一的 也就是一字一码 因为ASKMA存储时 字节的最高位是0 所以为了与ASKMA有所区别 汉字内码两个字节的最高位都是1 小达 这里老师要请你思考一下 为什么ASKMA的编码位数只需要7位 而汉字至少需要16位呢 老师 让我想一下 是不是因为汉字数量众多的原因 没错 汉字数量成千上万 这种信息容量 要用两个字节 即16位二进制编码才能够满足 用计算机处理汉字 除了需要考虑汉字在计算机内部的 存储处理问题 还需要解决如何输入汉字 如何输出汉字 当然 这些问题也都是通过相应的汉字编码方案实现的 如何用键盘输入汉字呢 这里使用的汉字编码就是输入码 汉字输入码是为方便人们使用英文键盘进行汉字输入而发明的汉字输入规则 我们可以利用汉字的拼音进行编码 全拼输入码就是其中的一种 例如国就是按键GUO的字母组合 我们还可以利用汉字的笔画进行编码 无笔字形码就是其中的一种 同样是国 就可以用按键LGY的字母组合 除了键盘输入外 还可以使用手写输入和语音输入等方法 同一个汉字可以用不同的输入码 按键组合也可能迥然不同 所以是一字多码 当汉字需要输出时 计算机通过汉字内码 在字库中找到汉字的字形码 实现其转换 为显示和打印输出汉字 而形成的汉字编码 成为字形码 点阵字形码就是字形码中的一种 比如汉字国 可以用16行 每行16列的点阵来显示 黑颜色的点表示有笔画经过 白颜色的点表示没笔画经过 我们可以约定 用0表示白色 1表示黑色 那么 用一个二进之位 就能够存储一个点的状态了 所以 存储汉字国 16乘16点阵的字形码 需要256个点 每个点用一个二进之位存储 就是256位 一字节等于8个二进之位 所以 256除以8等于32字节 如下图所示的64乘64点阵字形码 小雅 你能够列出它们存储时所占的二进之位数及字节数的算式吗 好的 老师 汉字三的字形码用64乘64点阵表示 一共需要64乘64个点 每个点用一个二进之位存储 就是64乘64乘一个 bit 一字节等于8个二进之位 所以 就是64乘64乘1除以8个byte 汉字国也是64乘64点阵按照这种方法计算 它存储时所占的二进之位数 集字节数和汉字三是一样的 回答正确 通过前面的练习 我们可以发现 字形码存储时所占的字节数 与笔画无关 只与点阵的点数有关 而同一个汉字 由于字库表示方式不同 所以也可以对应多个字形码 用计算机处理汉字 需要解决输入 存储和处理 以及输出的问题 对于同一个汉字 可以采用不同的输入码 输入计算机 而在计算机内部 同一个汉字只能对应一个内码 由于字库表示方式不同 所以同一个汉字的字形码 不是唯一的 小文用某输入法输入汉字国时 弹出了如图所示的七个汉字 对于这七个汉字 小达 你能来判断一下 哪种叙述是正确的吗 可以 老师 选项 A是错的 因为ASK码是英文字符编码 选项B是错的 因为汉字内码是一字一码 这里是七个不同的汉字 应该对应七个不同的内码 选项C是错的 字形码用于显示打印输出 这是七个不同的汉字 输出绝不会相同 从图片可以发现 它们都是通过按键 即有O的字母组合输入的 所以只有选项D提到的输入码 是可以相同的 你分析的还有道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英文字符和汉字 是怎样编码的 通过学习 我们学会了英文字符 ASK码的推算 及大小的比较 以清了汉字内码 输入码 字形码的不同功能和特点 并且能够对ASK码 内码 字形码所占纯储容量 展开计算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 完成思考与讨论吧 同学们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你一定对图像编码的基本原理 以及未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有了基本的认识 希望你能回顾图像编码的一般过程 巩固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在使用计算机处理图像时 能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